印度媒体2日报答称,印度海军为克拉玛地亚号航母编队秘密出海,并要关闭定位应答器,外界猜测,或许要对巴基斯坦实施威慑。 分析称,印度海军的航母编队,已抵达巴基斯坦外海,直接受威胁的,将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,重要军港卡拉奇。 从克什米尔激烈冲突的当行海上为热性动作出现,如果接下来没有转机的话,应发矛盾,很有可能向战争跨方向发展。 由于是关两个核武器国家,所以这种倾向实在另外一切担忧。 此次印巴冲突事出有因,2月26日凌晨,印度空军的12架幻影两架战斗机,投射了一吨左右的航空弹药,空袭了位于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穆哈默德军营地附近的三个目标。 印外交部当天下午发布热视声明,对此次空袭行动予以确认。 印度空军重创该营地,炸死了300多名武装贩子。 此次行动是印度发动的反恐暴覆行动,印度指称,穆罕默德军因为上月中寻该国警察预袭重大伤亡事件负责。 28日,印巴两国空军发生直接空中对抗,按照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出的说法,两架印度战机被击落,一名印度空军飞行员被俘虏,而巴基斯坦方面,无论是军方还是民众都没有遭到太多损失。 印度空军对外声称,击落一架巴基斯坦F16战斗机,但这一说法,不但不被巴基斯坦方面承认,同时也遭到被俘的印度飞行员阿比纳丹的否认。 至于印度,空军12架幻影2000战机,在上月26日取得的战绩,也被澳大利亚的专家给接了个体吴安夫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员内森,鲁泽总和多家卫星图像发现,印军所谓的空行目标,恐怖阻止营币周围地区,的确并未遭到明显损坏,三处明显炸点具目标建筑物150至200米外。 路透社记者三月一日到遭受印军轰炸的地区实地探访后发现,印度空军这次自诩成功了空袭行动,可能仅仅炸掉了巴基斯坦的几棵树和一只乌鸦。 综上所述,印巴这次冲突对抗,印度方面不再没捞到好处,反而丢了很大的面子。 这可能是在巴基斯坦方面,无条件释放被抚印度飞行员,并主动放低身段,就与印度方面进行谈判的前提下,印度仍然要向巴基斯坦海域,派出航母舰队的主要原因。 出动航母舰队是为了显示印度所拥有的压倒性海军优势,但这未必会吓到巴基斯坦。 美国国家印度杂志称,巴基斯坦军队要落于印度,一旦发生非核战争,巴基斯坦将成为书方。 但不管怎样,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,因为这极有可能引发核战。 而且国家印度杂志,还总结了三种,令印度军队既旦的武器装备。 除去最后一排两丧的弹道导弹和核弹头之外,骁龙战斗机和AIP潜艇,也是巴基斯坦军方的等力杀手。 该美媒称,巴基斯坦军方获以装备二。 米零驾JF-17,这种中国技术的先进战机,可搭载各种飞控炸弹、激光制导炸弹、高精控导弹和反舰导弹。 军事专家称,巴基斯坦军的JF-17雷电骁龙战斗机,可以有效对抗印度航母搭载的米格2-9G战斗机,而且有规模优势。 另外,可以与JF-17雷电战机,一起随时接战印度航母舰队的,还有该国海军装备的三艘哈里特柴电空机型潜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